这个医生有点恐怖哦 他一边恭喜女人怀孕 一边告诉老伴 终于找到了合适的宿主 然后给女人拍照 供在自己家里 老两口出门溜弯 老爷子说人我是找好了 你可别掉链子 老伴说你瞎操心啥 看我给你露一手 他扎破手指 将血滴在一只死乌鸦身上 然后从包里拿图本古书 开始念念有词 见证奇迹的一刻到了 老头子你就放心吧 刚才这个还是入门的 当那天我在整个大的 肯定让你抱上大胖小子 女人产气临近 医生决定动手 他约孕妇在家门口见面 然后和老伴一起 盛情邀请他在家里代产 考虑到自己上了年纪 老两口还提前装了电梯 女人醒来 一个小震态 奶生奶气的对他说 谢谢你把房子借给我 听得女人莫名其妙 老奶奶一看他醒来 催老伴开始实验 这把女人吓得够呛 你们要干嘛 不怕吓得小朋友吗 可再一看 哪还有小震态的影子 医生来到屋外 实验开始 老奶奶取下女人嘴上的布条 老爷子对隔音效果 那是相当满意 这下可以放开手脚 办正事了 夜幕降临 在孕妇身上涂满攻击血 老两口割破手掌 把血滴在一颗动物内脏上 此时灯光闪烁 时机已到 老奶奶开始照着古书念咒 小震态又现身了 原来他只是一个亡魂 而爷爷奶奶 正在给大孙子戒肚还魂 眼看到了节骨眼上 一事却嘎然而止 老爷子急了 你这咒念得对不对啊 老伴也不太确定 按理说 这段念完 就会打开连接阴阳两界的大门 大孙子的魂魄往孕妇肚子里一钻 这事就成了 可万万没想到 老奶奶扭头这么一看 老人手持古书念咒 却意外召唤出地狱使徒 好在恶魔只是看了看床上的孕妇 随即消失不见 这一宿折腾得够跳 老人迷糊醒来 看到老伴在刷牙 此时铃声响起 电话那头老伴在催 赶紧起床下楼帮忙 那这刷牙的是谁 好在老伴及时赶到 这不对劲啊 老两口去求助老法师 老法师一看大惊失色 真有这书 你们不会已经试过了吧 老奶奶赶紧否认 指着其中一页问 大师这段是还魂咒吗 老法师一脸不屑 这一页是召唤恶魔索加特的 可不能随便乱念 老爷子说 万一要是念了呢 这么跟你说吧 索加特就是地狱的门房大爷 念了这个咒 相当于打开地狱大门 那你们家该有多热闹啊 看两人不说话 老法师心里打着小算盘 你们不就是想复活大孙子吗 这本书借给我研究研究 外加一万辛苦费 过几天我亲自上门服务 老两口立马答应下来 这一天医生正在上班 一名探长为了装失踪案找上门来 而失踪者正式孕妇 老爷子打发了探长 赶紧给老伴打电话 老奶奶说 关键时刻得存住气 我自有办法 这时传来敲门声 一看 是个万圣节打扮的孩子 你走吧孩子 咱家不过这些阳节日 可刚合上大门 厨房又传来敲门声 把老奶奶吓得 赶紧跑上楼 这玩意儿 进了电梯也准备上来 老奶奶赶忙跑过去 想关了电梯 可哪里管用 好在这玩意儿 只是喜欢吓人 老奶奶躲过一劫 她定了定神 准备对孕妇实施自己的计划 这个老奶奶有点恐怖 她绑了一个孕妇 却故意把手机留在 将将能够着的地方 等孕妇好不容易拿到手机 想要报警 老奶奶就轻松得到了手机密码 原来这只小熊是个监视器 老奶奶在孕妇的社交软件上 伪造出远门的假象 这样一来 短期内就不会引起怀疑 可女人没有放弃 这次她学乖了 先把小熊撞翻在地 然后一点点挣脱手铐 眼看就要成功 不成想 床底下冒出个奇形种 看来这里已经成了 阴间驻阳间办事处 可老两口必须再忍耐几天 直到仪式完成 好不容易喘口气 负责这一片扫血的铁憨憨 不请自来 老爷子赶紧把她引到屋外 不是通知你不要来了吗 铁憨憨表示最近手头有点紧 老两口没办法 只好让她速战速决 可怜这个倒霉的铁憨憨 前一秒还在除雪 下一秒自己就成了雪花飘飘 不能再拖了 虽然老法师还没完成准备工作 可老两口执意就在今晚 老法师带来犹太炎 撒在屋内各个角落 又将动物尸体放在室外不同方位 然后叮嘱老爷子 仪式一旦开始就不能被打断 否则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而女人此时已经偷偷解开一个手铐 她打翻一杯水 假称就要生产 仪式只能提前开始 老法师正念念有词 女人一把控制住老奶奶 威胁老爷子放了自己 老爷子不顾反对 把钥匙扔给女人 争执之间走火入魔的老法师 一下接过了老奶奶 却被一个不知哪里冒出来的机灵鬼 给掳走了 老爷子抱着老伴 随后也领了盒饭 女人失魂落魄地往外跑 启动汽车一路狂奔 开出老远才敢停下来 平复一下心情 可她绝望地发现 也许整个世界都已经被地狱难民占领了 此时女人的肚子动了一下 这次她真的要生孩子了 电影到这里嘎然而止 留下一个开放式结局 这部电影成本仅有25万刀 却能不断打破观影预期 属实2020恐怖片里的一匹黑马 可千万不要转发给胆小的朋友哦 好了我是CC 点个赞关个住 下次更新不迷路